都是最棒的学校 然后就您刚刚提到说 这个整理的方式 其实真的很重要 有帮助 那但是我想对于 很多朋友们来讲 更好奇的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真的是哈佛 毕业了之后 可能比如说去那种 大公司上班啦 或是自己就是做老板啦 开公司啦 诸如此类的 可是你选择一个比较 可能大家印象中 不会去想到的工作 因为之前你也没有 特别是去念音乐科系 但是你就转向来做 这个音乐工作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 让你决定说 不管我前面念的多么辉煌 我还是很喜欢音乐 我就是要来做音乐的工作 嗯 对啊 其实有些人我想听到我的故事 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也许有些人觉得我很幸运 也许有些人觉得有点任性 或是觉得有点浪费教育资源 那其实真的是有一个 long story behind 那从小其实就非常喜欢唱歌 可是没有想 因为其实台湾的教育体系 音乐教育体系 其实是好像比较以古典为主 所以也没有想过要去念音乐 因为比较喜欢唱的 可能小时候唱流行歌 长大以后真的进入 音乐这一行 也有接触一些爵士 或者不同的曲风 所以其实小时候没有念音乐 但是就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了解到音乐对我的魅力 还有站在舞台上唱歌这件事情 尽管我其实天生是一个 很害羞很胆小的人 可是却在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好像忘却了这样子的一种害羞 然后真的是拥抱 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 那只是后来因为很多的种种因素 像我在16岁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出道的机会 但是那时候爸妈觉得我年纪小 然后年纪再大一点 22岁的时候又碰到一位制作人 他是跟我说我的年纪太大了 在我大学还没有毕业之前 22岁吗 这样会太大吗 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啦 就是大概身为一个基督徒 现在回头去看 都会觉得好像是神有他的安排 但是当时的我也许不懂 就是会觉得说 那就压抑了我最想要做的梦想 而且一方面也会觉得 音乐可能不是一条那么 那么稳定 那么好像有耕耘 就会有收获这样的道路 所以就其实也是劝自己不要想这条路 所以那就那个时候也 其实也喜欢念书 也向往到国外留学 所以那时候才会就 就到了Harvard去念书 然后其实念的是教育 所以跟 其实我想跟做生意 或者是跟做大老板 进入一个什么 很high paying的工作 其实都比较没有关系 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多的学习到是 怎么样借着教育的方式 然后去给不同的族群 多一点的关怀 是 然后就发现音乐 其实反而是 你很能够表现的一个方式 后来也经过了很多 很多的自我的辩证 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思考 很多的挣扎 才决定要往音乐这条路走 是 那像爸爸妈妈的意见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妈妈是 就是也是音乐老师 也是就是念音乐专科出来的 那妈妈对你要真的去做音乐 这件事情 她的态度呢 其实就是年纪小的时候 像我刚才有讲到 因为妈妈对于娱乐圈 其实是有一点concern 她其实蛮担心的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妈妈是反对我唱歌 可是后来当我 可能经过上班族的岁月 然后妈妈看到我还是 好像当上班族不是那么的快乐 然后她感觉到 我真的还是很想唱歌 所以最后决定要唱歌 她是非常支持我 而且因为唱的很多她喜欢的歌曲 我们 对 就是决定唱歌之后 我先从音乐剧开始 然后妈妈就成为我最忠实的粉丝 音乐剧她就连续来看了七场 哇 就四月旺语的时候吗 对 四月旺语还有之前 有做了一个英文的音乐剧 然后后来就出版了福音专辑 因为其实都是妈妈选的歌曲 对 第一张专辑其实都是在妈妈的支持 跟妈妈的催生之下诞生的 对 所以我们采用独立制作的方式 我们没有唱片公司 但是妈妈很希望我唱这些福音歌 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这张专辑 是 好 那聊到这边呢 我们也请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一块来欣赏 石音音的歌声 那请您唱到这首歌曲呢 也请音音介绍给朋友们 这首歌呢 特别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它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里面的主题歌 就叫 《有人在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英文的版本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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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李宗盛 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下载星导电视手机应用程式 IOPC 增添研保服务计划 即可享受免费电脑语言变更服务 欲知详练书 李宗盛 为报告是现实的黄金选择 赶快找美少旺黄真参加12月21或28号的巴士看防团吧 电话916-628-6042 916-628-6042 Telta TV以及KCNS 38.2华语电视 青岛青山小姐选举幕后花絮 本活动由青岛日报主办 白金赞助Cash Creek Casino Resort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粉丝音乐厅 对不起是粉丝乐翻天 我是曾志宁 那么今天节目里面呢 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 石音音和我们分享她的成长过程 她的音乐 还有即将呢在12月7号 要参与林良堂生命和所举行的 爱能改变一切的圣诞音乐会 那我们前面提到说呢 石音音在过去的求学过程当中呢 真的是一路都是到了大家非常喜欢 或是很想念的学校 从北英女到台大外文系 再到哈佛大学的教育系 那但是呢后来还选择了音乐的道路 那同时呢也要欢迎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 如果您刚好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打开您的这个电脑 或是呢用我们的平板 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有广播和这个星岛电视呢 一块来做转播的工作 请欢迎可以打开星岛.tv这样子的网站呢 一样就可以在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现场当中呢 我们的石音音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那同时呢接下来我们要请石音音 可以跟我们分享说 从小是不是也有机会学乐器 就是说除了很喜欢唱歌之外 讲到这点就有点惭愧 因为其实我妈妈是古典音乐系毕业的嘛 然后所以小时候我跟哥哥都有学钢琴 那我是其实没有很喜欢练琴 其实我觉得钢琴是一个非常美的乐器 但是小时候就不太爱恋琴 但是有一个小小足以自豪的 就是我在13岁的时候参加一个检定考试 然后他比较特别是他那个 考官会写一个评语给你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记得我弹了一首 小邦的原舞曲 然后他就写说 我用13岁的年纪弹出了30岁的一个感情 然后刚好我很喜欢浪漫乐派的这种曲风 所以我想我觉得应该对于诠释 对于音乐的诠释上面我是很喜欢的 只是不爱练那个技巧 所以后来就比较荒废了 妈妈就放弃了 妈妈就因为我就说 因为台湾嘛就是刚才有提过联考的压力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念书 好像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对就没有再继续练 那后来大了以后自己还就是 因为很喜欢德布希的作品 然后有再练一些 对但是这几年也因为唱歌工作 其实比较忙碌一点 因为很多巡回 是 然后又荒废了 不过就是真的 就是跟音乐从小直接接触 或是家里面听到很多的音乐 都是就是多少都有些影响 对很有帮助 是那比如说在音乐的类型上面 会比较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呢 比如说你的电话啦 或是你的这个任何这些 iPad啊 或是任何打开的话 你的音乐大概是有哪些类型呢 其实这几年比较喜欢听的就是 爵士或是Neal Soul的音乐 就所以 因为觉得在这当中 可以得到很多 跟以前不一样的音乐的灵感 因为可能从小听爵士是比较少的 所以当我专职的成为一个歌手之后 听了很多的爵士音乐 然后也会在很多的表演里面 加入爵士的元素 是 那所以像现在就是 真的要做专业歌手 那我想其实对外去很多朋友们来说 就是专业歌手除了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些 就是那种艺人之外 那可是像您的类型又不全然是像那一类 其实您是做很多那种live的表演 比如说就是到很多那种live house啦 或是一些演唱会都会邀请您去 那像您这样子的这种 就是这样的音乐路的时候 怎么样来培养自己 就是说比如说有个团呢 或是说会跟朋友们一起玩音乐呢 或是怎么样去发掘更多就是你觉得很适合自己来唱的歌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的音乐市场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其实也促成了很多独立音乐人的诞生 所以可能就是很多人也许会独立的发行音乐 自己有个乐团 然后自己写歌 所以那我也是就是比较是用朝这个方向 比较跟可能大家会在电视上看到的流行音乐的艺人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乐团 然后我们会一起写歌 然后一起练团 很开心的 然后也有很多的表演 可能就会在各地live house 那其实我们这几年也试着就是往海外有一些的演出 所以我跟我的乐团也一起去了香港 去了日本 有一些小小的巡回 所以这通常都是自己要去arrange这样子 就是自己可能跟当地的live house有一些接触 然后自己拍演出 就是跟可能流行音乐圈很不一样的 凡事都自己来 又不是那种有经纪人这边帮你掌控一切这样子做宣传 但是就是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子的表演 跟听众来分享 那可不可以顺便再请教一下 就是有关于唱片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时候很好听您的歌曲 是第一张专辑就是您提到就是跟妈妈一起选歌对不对 那所以像一般来讲要自己独立去做一张这样的专辑出来 会不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考验或是挑战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真的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 而且那时候是我刚刚开始唱歌 连什么人脉什么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也是就是透过很多的音乐人的朋友去打听 例如说要怎么租录音室啦 然后或者是有些歌是属于翻唱的 那就要去打听版权的部分怎么购买 对所以真的 然后例如说要用什么样的配器 那第一张专辑比较特别就是一把吉他 所以相对简单 可是第二张专辑开始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声响 更多的丰富的元素 所以就要录更多不同的乐器 那真的如果自己都要去想的时候 真的还不容易 而且还有资金上面要去考虑一下 非常有挑战性 然后资金我们基本上就一开始是自己 自己 爸妈赞助 对对爸妈赞助 然后我们就 所以我会尽量想办法怎么样能够比较 比较 不要花太多的经费去做 符合我们独立 独立制作这种小成本 可是又希望能够给听众好的音乐 是真的 我想从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也可以感觉得到 那所以其实在这第一张专辑 有人在替你祈祷之后 其实后来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了 第二张专辑呢 其实也是妈妈非常想要 非常想要听到的音乐 她非常的喜欢圣诞歌 其实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子 很喜欢这个圣诞歌曲带来这种气氛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张圣诞的专辑 也是在2009年年底发行的 然后还有一张是给阿嬷的歌 那这张专辑的行星呢 这张专辑其实就很特别的是 我大概在成为歌手之后 一段时间就很想要自己开始写歌 然后也很特别就在那阵子就有一些灵感 一些音乐的灵感 然后那阵子这首歌又是当中最特别的一首 就是一首台语歌 然后因为我跟阿嬷之间有非常深厚的情感 我小时候因为爸妈工作比较忙 所以阿嬷就从台南 台湾南部的这个城市 台南搬到台北来照顾我跟哥哥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跟阿嬷一起做 然后觉得很多的像去上钢琴课啦 上英文课都是阿嬷带着我去 然后中午阿嬷还帮我送便当 好幸福的小朋友 对啊 吃可以吃先做了便当 然后跟阿嬷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到我12岁 对所以我们感情真的非常非常要好 然后阿嬷过世之后我还是常常的想到她 所以就某一个晚上就有了这样的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曲 然后当我开始分享之后 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有相同的经验 我也是耶 哦真的 也是从小阿嬷这样带来带去的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定想要让她有一个音乐 录音式的版本 就正式的版本 不是只是现场唱 而是让有同样经验的人都可以收藏这样的一首歌曲 所以就写了这首歌 然后在2011年的年底 录成了专辑 发行了 哦是 那就是真的是要送给阿嬷这样子的一份礼物啊 是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一样 请朋友们可以欣赏 这就是由石音音所带来的送给阿嬷的歌 你跟我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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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出拥抢 你跟我拥抢 在同一个面层点 咱两人去受苦 你跟我说的话 我一直都记得 你跟我拥抢 你逼抢 你跟我拥抢 你带我思想过 你考古三变动 你挡我一驾 我有心意闲一世世了 但是你开始怀着 我都靠在心肯定 青海年時尊我沒有事 都是你踏我日生的道理 我沒有為你做過什麼 但是在你的心裡我最快最美 想要永遠跟你做會 但是你對愛愛你開 所以我嚇一心看給你 希望你會感應 你聽我唱歌 你教我鼓勵 你扶著你的前方 你給我感到幸福 你說給我聽話 我現在也都記得 但是你已經我在這裡 讓我在座 青海年時尊我沒有事 都是你踏我日生的道理 我沒有為你做過什麼 但是在你的心裡我最快最美 想要永遠跟你做會 但是你對愛愛你開 所以我嚇一心看給你 希望你會感應 所以我嚇一心看給你 希望你會感應 我會感應 我會感應 你快欣賞到歌曲 也就是由石音音所寫下 而且創作跟演唱的 送給阿嬤的歌 我們可以聽到 真的是非常溫柔 很舒服的嗓音 那所以其實音音在 就是演唱這方面 當然我們是這幾年 就是專業 那剛才我們也先聊到說 其實你不只是為自己唱 你也其實幫很多歌手 就是展台 幫他們一起唱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幫王力宏 我想不管是在台灣 或是在反正有華人的地方 應該都蠻熟悉這個名字 對然後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好像第一個和聲的case 就是可以跟這麼 王力宏 對對對 我自己也非常欣賞的 一位歌手合作 然後也在這當中 有很多的經驗 就是很多特別的經驗累積 像去過很多的地方 中國的各個不同的成分 很特別的像是我剛剛 閒聊的時候 有提到的烏魯木齊 然後甚至也到了新加坡 馬來西亞 澳洲 倫敦 跟各個地方去分享 他的音樂 對 然後也在這當中 真的了解到 作為一個巨星是 多麼的不容易 對 然後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老闆 對 是 所以等於是你就是全程參與 然後就是每一場業會 這樣子怎麼變出來的 都可以看得到 對 真的是一個 像魔術秀一樣 真的是magic 然後所以在過去的五年當中 我參與了他的兩個巡會 哇 那去了很多地方 對對對 而且 而且我相信王力宏其實應該對於音樂要求是很高的 他也是蠻 對 我覺得很特別就是他對音樂要求很高 然後他合作的樂手真的都是top notch 像我們這次最新的一個巡回裡面 他的有三個樂手就是來自美國 而且都是美國的 非常有名的流行歌手 Shakira的鼓手 喔 鼓手吉他手跟bass手 對 然後大家 但是他又有一個很輕鬆的態度去面對他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佩服 嗯 而不是讓身旁的人覺得很stressed out 嗯 所以跟他合作下來也是等於可以看到好多 讓自己 那他也不會給你很大壓力這樣 對不會 對像如木春風的一個工作環境 是 所以這其實也蠻好玩 就是說作為就是歌手 要是可以有像這樣機會的時候也很好 就是當你自己可以在台上成為最大巨星是很棒 但是可以幫這個support這個力量其實也 沒錯這樣 沒錯沒錯對 是 特別的經驗 嗯 然後另外這樣也可以請問一下你就是說 因為這個一起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有提到說 你也是參與過像是四月望雨的音樂劇啦 或是還有一些話劇 像去年2011年也有參與一些話劇 或是說像有參加像兩天樂的這種戶外爵士的 每年夏天他們有一個爵士音樂節的這種演出 或是各種不同的這種表演 那你自己比起來呢去參與那種劇 或是自己的演唱會 那種歌唱 你覺得哪一邊是你比較喜歡的 或是不同的收穫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一樣 我覺得很幸運的就是我做這個工作 它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工作場域 然後就會遇到不同的工作夥伴 所以永遠都不會無聊 然後其實做自己的演出 其實好像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可能要擔心票房 擔心會別人來看 然後會擔心自己是不是 就是每一個環節都有顧到 但是當然做音樂劇的演出 就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還有戲劇的層面 所以可能除了唱歌還要去想 我作為這個角色 我要有什麼樣的說話方式 然後演戲就是會有很大很大的一個team 因為它還包括舞台燈光 還有很多幕後的工作人員 然後常常在這當中就會培養出一些革命情感 所以每一個都有讓我很不同的感動 很不同的學習 所以好像真的是去參與一個表演藝術工作 唱歌是裡面的一環 但是它碰到這個世界就變成非常有趣 有很多專業在裡面 對 沒錯 聽起來好羨慕的工作 非常幸福我覺得 是 好 那聊到這邊呢我們也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之後呢 繼續再請十音和我們分享 這回還來到灣區 要帶給朋友們哪些好聽的歌曲 還有這次呢生命和鈴鐺堂 他們所舉行的這場音樂會演出 Supertino四個辦事處 中美服務社電話 40871912887191288 網址chinesenotrate.com 財富36計 審稅為上計 矽谷工程師協會與周月理財結稅一點通講座 年末八大減稅誤區您忽略了嗎 W2老闆用信託基金會有省稅盲點嗎 出租房進LLC利育幣比較了嗎 海外追稅中美台美協議了解嗎 律師會計師理財師精算師免費講座 本週六日12月7號8號下午兩點百元禮品抽獎 報名專線4086081268 8772538288 8772538288 風水的好壞吉凶是時間與方位的搭配與結合 好風景不等於好風水 您今年買的房子方位對嗎 您現有的房子今年能裝修嗎 搬家或裝修絕對會徹底改變您的風水磁場 請快打電話給梁老師 他會為您解答所有有關風水的問題 電話是5109187688 5109187688 找梁老師 王守東教授從事中醫藥三十多年 擅長整合醫學治療腫瘤 曾參加哈佛醫學院相關研究 成功研發抗癌中藥產品在美國上市 姚明劉翔以及前總統柯林頓夫婦 都曾是王教授的患者 請參加本週六十二月七日下午兩點 和洛伊科大學主辦王守東教授免費講座 中醫整合醫學抗癌大法 電話4087336678 4087336678 來十四季蘭頓健保費大長 請找Rob Drew取義中 專精65歲以上起因保險 您付同等保費或保險公司特權服務 健保改革將開始實行 想知道如何獲得政府補貼 請參加免費講座 電話1888855-4061 88855-4061 2013星島親善小姐選舉 賽前準備工作熱烈進行中 11月27日起每周三 星島電視SinteldaTV 以及KCNS38.2華語電視 為您帶來幕後花絮 12月8日起更可上網參加投票 參與選出2013星島親善小姐 最具人氣得主 記得收看每周三星島電視SinteldaTV 以及KCNS38.2華語電視 星島親善小姐選舉幕後花絮 本活動由星島日報主辦 白金贊助Cash Creek Casino Resort 粉絲樂翻天 樂什麼 樂生活 愛音樂 化健康 彈好書 更要與聽眾同樂 就讓雨晨 曾志寧 每天陪您 樂翻天 時間是11點44分 歡迎朋友們回到粉絲樂翻天 我是曾志寧 那也歡迎朋友們 除了今天可以打開收音機 也可以打開您的電腦 或是任何的這些智能的手機 或是平板電腦 來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就是可以到網路 就是TrioW.SinteldaTV 也是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以及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史莹莹小姐 那麼這一回呢 史莹莹小姐就是呢 來到灣區參與了這個 跟聖誕節相關的慈善音樂會 那麼主辦單位其實真的非常的多 灣區這附近呢 所有這些基督教的教會呢 都參與了 向大家所熟悉的生命和靈良堂 或是呢還有全福會 以及呢基督三家 四家 五家 還有靈良堂 生命術靈良堂 那另外還有牧主先鋒教會 那以及呢還有天幕 這些呢團體呢 就一塊來合作這一次呢 就是12月7號晚上呢 會在Fling Center 就是我們知道在Cupertino的這個Fling Center 所舉行的這場跟耶誕節相關的活動 那麼順便再提一下就是呢 這次的音樂會 其實是希望能夠為灣區的 大概17個團體呢 來做這個慈善募款的這個動作 所以也歡迎要是朋友們 可以來貢獻您的愛心的話呢 其實這次的音樂會 是您只要有入場券 帶罐頭就可以了 但是除了罐頭之外呢 也歡迎朋友們有機會呢 可以來分享您的愛心 這支票是可以帶去的 那當然呢這個音樂會非常的多元化 除了會欣賞到石音音的演唱之外呢 也還會有其他的歌手 以及灣區的一些像是灣區三大南高音 或是一些合唱團體 甚至還有交響樂的演出 這點是這次的活動呢 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請石音音跟我們分享 這回音樂會裡呢 大概會帶來哪些歌曲 這次因為在聖誕節的前戲 所以我們特別做了一個聖誕節的組曲 那有什麼樣的曲目我想大家可以現場去聽聽 那除了音樂特別也從台灣來嘛 所以當然也是帶來了一些中文的經典的歌曲 然後還有當然也有大家認識我 就是因為我的詩歌認識我 所以也會分享一些詩歌 所以其實是真的是一個很充實的節目 然後同時我也會分享一下 關於我的音樂故事 是真的我想大家很好奇這部分 那當然是特別是你的歌真的很好聽 所以那像你自己在唱的時候 像唱爵士或是唱福音歌曲的時候 這些詩歌 有沒有不太一樣的感覺或是感動呢 其實我會 因為我剛剛有提過 我對於音樂的詮釋方式非常有興趣 所以不同的 其實我就會根據每一首歌不同的感情 我覺得它表現出來 或是它給我的感覺 去用不同的發聲方式 或是不同的技巧去詮釋它 那有時候其實對我來說是蠻自然的 如果是詩歌也許我會用一個 可能比較乾淨的音色 所以不太一樣的一些發聲技巧 我想大家也可以當天來聽聽看 因為我會唱很多不同風格的歌曲 然後也會有些微的一些音色上的改變 所以大家可以來聽聽看有什麼不一樣 是 對 那我想來到這邊的一樣 就請朋友們有可以機會的 就聽到神音音唱的耶丹恩歌 那那時候在選擇耶丹歌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去挑哪一些類型的耶丹歌 那個時候當然就是想要有一些很經典的 也許跟耶丹的意義有關係的 關於耶穌誕生的一些歌曲 但是也想要一些可能比較活潑的 大家一般可能比較 比如說聖誕節的時候啊 賞品帽裡面都會放在 帶來一種那種聖誕氣息的歌曲 所以就是兩種歌曲 在專輯裡面都有收錄 就是大家都會 耶丹節到要唱耶丹歌 但是可以讓人家聽到 不太一樣是屬於你的耶丹歌 是的 那我們快來欣賞這首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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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